我们现场最新的消息带您关系的是 空军一号换回蓝白色之后 今天马总统首度搭乘南下 我们带您看看最新的情况交给李玉荣 好 观众 今天是马总统第一次搭乘换装之后的空军一号 要前往屏东来视察 那么今天空军一号您看到了 不再是过去八年的牙膏机 而是换上了蓝白新装 中间有一条蓝色的长线 而在尾翼的部分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这是这个马总统在上任之后呢 首次空军一号换新装 那么今天呢这个蓝白机飞上空中之后呢 很明显过去跟陈全总统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蓝白专机呢 总统在7点20分的时候准时上到了飞机上头 当然随行采访的记者已经在上头来恭候总统的大驾 当然呢这个飞机是在7点半钟的时候 准时从松山指挥部 就是这个松山机场来起飞 是要前往了屏东 那么这个也不违背当初总统他所定下的规则 那空军一号就是要这个高铁到不了的地方 像是离岛外岛啊 还有比较远的地方 才会搭成这个空军一号 当然总统这是第一次搭成 换上了蓝白新装之后的空军一号 也备受瞩目 当然我们待会还会有来自现场总统 在机上的一些反应画面 我们待会会来呈现给您 先把时间交还彭内主播 我们看到呢稍后那么抵达屏东的时候 我们再给您最新的消息 马上回来